生极有魅 就是有生有魅 生生妹妹之间 我们佛法 大家很熟的 不生不魅讲的是什么 什么东西不生不魅 什么东西又是生生妹妹 前面讲了半天 讲到最后又是无修无正 佛法中 在这里 似乎有着 很多很多的矛盾 生极有魅 心经讲不生不魅 那到底在讲什么 是有生有魅 还是无生无魅 你又要我们修行 然后又要无修无正 又要我们成佛正果 然后又要无修无正 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你分开来看的话 好像每一段都有道理 连在一起 每一段又有多矛盾 每一段都有道理 你都接受 这个叫做小学 这样子对吗 记起来 都是单块的 这叫小学 到了中学 这两个怎么矛盾 这两个怎么矛盾 这就是中学程度 你已经会去对比了 所以你要知道 这层次上的不同 到了高中 就来了 有的是这样连对的 有的那样连对的 其实都不对 但是他会去连接 到了大学 他才真的是 把他串成一个系统来 他不是两个的问题而已 他整片的融在一起 生命在呼吸间 其他答案都不对 那就什么 生命就是呼吸 即使这两个词 也都有问题 因为生命是讲本体 呼吸是它的相 你看得到吗 生命你看不到 透过呼吸 我才看到生命 那你不是这样看 因为生命到底是什么 你不知道 你就把身体当作生命 所以死是身体死的 不是生命死的 生命不死的 这句话的用意很深 因为身体是生极有魅 生命是不生不魅 那你就知道它不矛盾 矛盾的是你把身体 跟生命混在一起 有没有 这就很清楚了 但你对佛陀的逻辑 你不了解啊 你用的是你的什么 阿基米的逻辑 不是阿弥陀佛逻辑 阿弥陀佛逻辑是双标的 所以它是不等式思维 在交互运用 你的阿基米的逻辑是 等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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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单一目标 不等式不是乱来 它是两个标准 同时在交互运作 佛法在讲的是 生命学跟物理学 两个同时在交互运作 因为真理是两个 它要依托在宇宙学上面 因为宇宙是个像 物质是个像 你透过像你才看得到 你透过像才能认识到生命 那认识到生命就不要像了 你知道吗 像是可变的 生命是不变的 本体是不变的 所以在讲佛教逻辑的时候 是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讲的 所以它不等式 讲生生妹妹是身体 讲不生不妹是生命 这两个在一起 身体在生生妹妹 生命是不妹的 所以轮回的理论就出来了 你的身体灭了 我的生命要跟下个身体结合 这个时候从这个身体到那个身体 这个叫转世 叫轮回 所以人家什么什么法王转世 你放心 轮回 他不成就他才要轮回 换个词叫转世 你就以为很殊胜